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种黄瓜 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种黄瓜 种黄瓜还有一定的challenge 就是说有一点挑战 特别是在温差比较大的地区 那么白天好像很难喝 到晚上还是比较冷 那么在这样的气候下 黄瓜晚上就比较难生存下去 那么虽然我们如果要大家追踪我们的视频 那么我们大概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买了黄瓜苗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花的花盆里边 然后我们再把它每天的晚上 我们把它拿到这个室内 一个我们储藏室里边 白天把它拿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直接的栽在地下 就是因为我们害怕晚上天气冷 把它冻死了 那么今天呢 我check 今天是5月15号 4月 今天是4月16号 那么4月16号我check了一下这个温度 各个地方 那么我们下10天甚至20天以后呢 夜里最低温度都在50度以上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我们确保这个温度 是它能够生存的温度 这样的话我们才把它摘在地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把它移摘到我们的这个地下 那么移在地下 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来种黄瓜 那个因为我们以前也做了一个视频 关于就是我们我们的这个后 这一块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的这个过程 我们准备怎么轮座的一个一个视频 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们这个计划呢 就是说在这个区域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 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呢 搭了一个架子 这个架子呢 就是从这一直通到那边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 那边呢我们种了一些这个 豆角之类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部位我们种了一排豆角 这样的话那些豆角或者什么 然后他们可以爬那些柱子 就爬那个柱子 就爬那些去 然后我们弄好网子 然后他们就可以爬那儿去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头呢 我们是种一些瓜 南瓜之类的 还有苦瓜南瓜都都在那边种 那么我们在这个部位呢 我们准备是种这个就是黄瓜 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了 就是说我们利用在黄瓜 还没有在摘在地下的这个这个期间呢 我们种了很多的柏菜 那么柏菜现在就是基本上都可以收成了 我们现在的柏菜都都正好都可以收成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在这儿在它的空间的这个之内 我们在这儿一棵 两棵 然后三棵 四棵 五棵 我们这样就把黄瓜把它排上去 排上去以后呢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搭上去搭上架子 把它这样搭上面来 搭到这个上面来 这样的话我们这样搭上来 搭上来以后呢 这样的话这些黄瓜呢就可以顺着这个藤爬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底带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黄瓜 它需要有风才可以 就是我们朋友经常问说 哎我的黄瓜好像接了一点点 又细又小 为什么呢 好像就接不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风 那么所以说呢 它要透气 它才能长好 特别要刮风 风大了 要在风口上它就长得更好 所以说呢 它需要一定的通风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就在不要 不能靠近篱笆太近 如果靠近篱笆太近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它就没有风 或者有回风 这样的话就对它的生长是不利的 以前我们曾经就是种黄瓜 靠着篱笆种 结果就不接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准备着 把这些菠菜 这样几个 几个这个部位 我们把这几个部位的菠菜 我们拔了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收获了 然后我们去摘上黄瓜 这样我们就挖了这样几颗洞 这样几个洞 这样每隔一段 就挖这样几个洞 然后我们把它再摘进去 比如说这样的一颗 它有好几颗 我们现在它已经长到 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分离了 我们就把它摘在一个坑里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些土 这个土呢 主要是一些这个复合肥料 比如说像什么鸡粪啊 或者牛粪之类的复合土 那么这个复合土呢 它含的就是比较的粗糙的这些 比较粗糙 比较就是透气性很强 所以对它根部的发育非常好 然后我们把这些土呢 我们把它这样产到这个里边 产到这个坑里 坑里以后 然后我们加一些这个复合土 加了复合土以后 然后我们再和它摻合摻合 就是我们把它再这样摻合摻合 摻合摻合了以后 就是和这个和它的这个native的这个土 我们要进行摻合 摻合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黄瓜呢 我们再把它从这个地方倒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你稍微的让它横着躺着 然后我们稍微的这样动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根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的这样放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的这样放到这儿来 放这儿以后呢 我们整个放了以后 然后我们把旁边的土堆好 堆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点这些鸡份牛份的 这种复合肥 有朋友说是这个 需要这个用手使劲按一按 我不赞成这种办法 就是实际上你稍微的 稍微的这样 在外面这样 稍微的press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很多的 那行标签 放很多的这个 这样的话 使很大的力气 就有可能让它 就把它那个根部受血 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这些西红柿就摘好了 摘好以后呢 我们就在 以后再浇水 我们就这样把所有的西红柿 都在这样 摘到这一个一个坑里边去 我们摘上以后 我们就可以浇点水 在这旁边 我们就可以浇水 那么一定要浇透 就是浇在它的这个边上 一定要浇透它 注意这个水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了以后 这样的话就把根部给 给裸露出来了 或者把土冲走了 主要是你要让它的这个土呢 能够沉淀下去 这样就好了 好了 我们可以再浇内一刻 也是 也是这样 我们就是浇它的这个根部 让它沉淀出来这个土 这个水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能保证 这个天气 会有这个 没有了倒春寒 那么如果哪一天晚上 你哪一天感觉到很冷 或者是在倒春寒的情况下 那么你已经栽在地下了 你又不能扒出来 怎么办呢 我教给大家一个好办法 就是晚上把它这样 用一个东西把它扣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有露水 然后冻伤了它 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天早晨 你就再把它拿出来 就OK了 好了 我们就这样 把我们这几颗黄瓜 我们就都摘在地下了 你看这个样 我们一颗 两颗 三颗 这样逐渐的 我们就这样 一个一个摘过去了 摘了以后呢 我们又 把这个馅 我们拉上去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馅一直拉到这个铁 铁棍上 就是铁栏杆上 我们拉上去 这样的就是这个架子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么早就把它拉起来 就因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枝叶 它因为它长长了以后 它已经踏起地了 已经在地下爬 在地下躺子 然后它接触到地呢 它就容易生成真菌 然后就容易死掉 所以说也就容易 对它这个生长是不健康的 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些绳子 把它这样 你看都吊起来 我们都把它吊起来 吊起来的目的就是说 让它直接往上长 等它再长长了以后 我们就顺着这个绳子 然后就叫它爬 爬上来 我们都是这样做 然后这样的黄瓜呢 一个个的我们就这样 它们到时候就长起来以后 就顺着这个栏杆 顺着这个绳子就往上爬 一直爬到我们这个铁栏杆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时候 它长得这么高 就已经接很多很多的黄瓜了 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 来这个打黄瓜架子 那么黄瓜每年都长得很好 吃不了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有关黄瓜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操作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